一人一顆 車子擋紅玻璃 結上一層厚厚的冰 小朋友第一次看到這種景象 興奮不已 拿在手上冰冰涼涼 還有小朋友誤以為是冰淇淋 差一點就吃下肚 不能吃 不可以吃冰 不是冰淇淋嗎 西頭風景去妖怪村 下了一整天的雨之後 清晨7點短暫降雪 由於溫度低 水氣都結成了冰 遊客用手機拍下 這難得一見的畫面 另外海拔748公尺的日月潭 上午也下雪 遊客意外見到雪景 相當驚喜 你看我的衣服上面都是冰塊的 海拔2000公尺的大雪山 武林農場跟塔塔家 更是下起大雪 露營區的帳篷都出現一層積雪 至於海拔高度 只有698公尺的苗栗仙山 從凌晨持續下雪 當地民眾嘖嘖稱喜 另外大湖的江麻原 上午也短暫下雪 再往山上走 南庄鄉的向天湖入場部落 積雪厚達10公分 屋頂跟車頂都激上厚厚一層雪 放眼望去一片銀白色 乍看之下 還以為來到了國外 從南港來的 哇太美了 第一次58歲看到第一次雪 不僅是遊客驚喜 連當地部落的長者都說 活了一輩子 第一次看到部落下雪 最大的一次是100多年前 最大的一次 之前是在豐美上面 寒流几栋全台 連6700公尺的低海拔山區都降雪 也讓民眾大開眼界 記住洪正銘 彭志銘 南投苗栗報導